No.1不是跟别人比 世界首富只有一个 我们要跟自己比 我比起我过去任何时候 我现在都是最杰出的No.1 你好 谢谢你收看人生投资学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很可爱 第一次出现 请你注意听它的标题 如何在小世界里成为No.1 哇 我们通常一听到 要当No.1 那很不容易 就像前几集 有一位观众 他说他本来很没有信心 但是后来做了测验 也再度印证 我只是赚钱的人 我不是值钱的人 不过还好思杰老师有提到 哪怕我们只是赚个基本薪水 只要能够生活安定 内在喜悦 它依旧是非常大有可为的 所以我们一家四口人 都是赚钱的人 但听了你的解释之后 我们也觉得非常有信心 是的 那么怎么样成为No.1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首先我要举一个 你没有想到的领域 那么这一句话很值得你静下来 那就是当你静心 就会发现自己就是宇宙那么大 我们通常一个没有静心的人 都会在世俗里用视觉去比较 哎呀我没有人家有钱 哎呀我没有人家的漂亮 没有人家的帅 我也没有其他的背景 哎呀我就是个小人物 但其实当你能够把心静下来 你就会发现你会看见自己 有很多值得感谢的地方 好譬如我举一个实例 哪怕你只是一般的在走路 我们所谓的行走 只要你加上了静心的品质 非常的专注 那就是在行船 所以行走也会变成行船 你在洗碗很专注 你会发现当你看到那个碗 被你洗到那个水经过摩擦之后 是那种发出一点点的声响 就是干净到不行 那也是一种喜悦 所以呢我记得我曾经连续三年 到了国外一个很大的园区 那么去上一些静心的课程 那就遇到了来自欧洲的一位老板 他说当他在学到静心的美好之后 他回到他的国家呢 就把他用在企业上 那他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他说每天中午饭后 他就会给他的这些员工们 有一个静心的时间 然后他说很不可思议 当这个静心每天给大家15分钟 他发现公司啊出错的比例迅速的下降20% 他说如果我再继续多多善用这个静心 给他们更长的日子 我相信对公司一定会帮助更加的巨大 所以各位 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觉得自己很棒 自己很富足 都是因为我们心不够近 所以下次呢去体会一下 最近我有一位学生啊 他说他现在回想 小时候当他在家里看着那个外面下雨 然后雨滴慢慢流过窗户 会流下那个水痕 他说他常常就会看着老半天就发呆 他说他现在回想 原来那也是一种静心 那也是一种幸福 是的 所以当我们把心静下来 你会发现自己是很丰富的 你已经拥有很多了 不再是用世俗的比较 所以刚才这句话 当你是静心时 就会发现自己是宇宙那么大 请各位要去试试看 好 那今天呢我就要回到现实面 告诉大家 你现在的知识 或者你的财富 正在哪一个阶段 好以下这四阶非常的重要 请你仔细听 那就是无财无德是出品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那种一点才能都没有 最主要是他连德性都没有 这种人是不是很粗鲁 是的 所以他是出品 所以他是出品 再来就是无财有德是中品 就是说这个人他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才华 但是他有德 他的修养是OK的 他也很懂得体恤别人 将心比心非常有爱 像这种无财有德的人是中品 你已经在中阶了哦 你不要小看自己 你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到第三种人 那就是有财有德 哇 那太棒了 对不对 这种人呢 是上品 对 你生命在很上面 很高的地方 好 最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深思的 请你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就是 有财 无德 是毒品 为什么 当一个人 他是很有能力 很有才华 可是他没有道德 那些作奸犯科 那些你一定听过 闽南语有一句话 叫做 茶辣是中文才 就是会去当小偷的那种人 都是状元的知识才能 因为你想想看 要在那么多情况的配合之下 然后去敲开那种 完全你不熟悉的领域 然后要去偷东西 还要嚣张 然后能够这样子 长久地以盗窃为生 这种人都是很聪明的 那他只是用错了地方 所以一个无德 有才的人 他真的就是毒品 这个要很注意 我就在最近 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他是一个报道 重案主 也就是说曾经发生的 很严重的这些命案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 他是宫庙的主委 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陈大师 因为他姓陈 那为什么叫做大师 是人家给他的封号 因为他就很像以前 有一位新海罗盘的叶教授 他非常的喜欢分享很多生命的道理 因为他是在宫庙里面当主委 所以好多人听他讲道 怎么样做人处事 大家都觉得他真的是很令人赞佩 分析着头头是道 所以把他封叫做陈大师 好 结果各位你知道这样的人吗 我们现在录制这一集的时候 是2023年的9月 那么以此往前推的十几年前 他是全亚洲的最大毒销 是全亚洲 他在十几年前就犯下了一个 超过当年20亿的毒品的买卖 而且这20亿他是以黑吃黑 他不花一毛钱 拿到了这20亿价值的毒品 而买凶杀人 杀了两位很无辜的船员 然后这一连串 当然就是最后天网恢恢 让他终于落网了 那这个人就是标准的 有才无德 一个能够犯下这么大的案子 而且是亚洲的最大毒销 而且平常还会说经 说道给别人听 你看看这种人是不是有才 可是他无德 所以你看最后 他现在应该都继续还在监狱 害了那么多条人命 所以各位 我们生命看看自己 你在哪一街 就算我们是个小人物 我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才能 你都至少还是忠诚 因为我们至少可以当一个有德的人 对吗 好 那接着我就要讲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No.1 No.1呢 不是跟别人比 世界首富只有一个 我们要跟自己比 就是呢 我比起我过去任何时候 我现在都是最杰出的No.1 好 那这一句话请你写下来 财酷藏在细节里 我个人很喜欢看一些 很励志的电视节目 他们通常都会去报道一些 平凡人物的精彩人生 而他们的精彩是因为 跟过去任何时期的比 现在都是最棒的状态 那我就看过一个小吃店 本来在卖早餐 在一个加工区卖馒头 但是后来呢 生意就变差了 因为他发现现代人 不太喜欢只是吃白白的馒头 所以最后他们就发现了 可以用一种方法 把馒头用炸的 而且他炸的呢 不晕不火 也就是把馒头过多的油呢 可以吸掉 所以大家吃到脆脆的 可是呢 又不会吃入太多的油 因此呢生意很好 可是慢慢的 他又发现 只是这样的馒头 又很难满足年轻人 所以他有一天 奇发奇想 就把馒头呢 剪了一些缝 然后有的淋上炼乳 有的淋上抹茶 有的淋上巧克力 就是各种口味都有 哇 结果生意大好下下叫 所以现在啊 他们已经从早餐 变成24小时 因为这个加工区 有的都有夜班的 这些上班人员也要吃 所以呢帮他们赚进了很多的财富 请问这个是不是在他的小世界里变成No.1 是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 我是跟自己比较 我可以怎么样用静心之下去发现 我其实可以有新的路走出来 然后让自己呢不断的进步 那你是跟自己比较 不是跟别人比较哦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方法 欢迎你回到我的YouTube第32集 让好运上门的三种科学方法 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成为 自己世界里的No.1 加油 喜欢我的影片吗 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分享